喂,Hello,來到今集的 昨天直播室,那就是英超回顧的Part 2 下集,繼續是Gary和Patrick 好了,承接就是剛才說了 上集就是奇兵踏出組和令人失望組 第三個組別是什麼呢?就是 其實是符合預期組的 也算是的 平平無期,又不是 其實這些隊伍都經歷了一些高低跌檔 是 第一隊呢,這一隊呢,其實涉下去這個符合預期組 是有點不值得的 這隊叫做李斯特成 本來是可以有些驚喜的 最近一些社交媒體就傳出 就是,就拿了一件事情出來說 原來就是李斯特成今季240日前世 就是全英超裡面,就是逗留在前世裡面 最長的球隊來的 不過,到最終是排第五位的 就是最後那天 就是,沒錯 最後那天2比4又輸了給全攻營的熱刺 對,那最關鍵的 其實呢,今季這場不是最關鍵的 他們最關鍵的那場當然是逐種杯 是 捧杯那場,有杯捧 也是球會史上第一個 是啊,很感動的一場球 但是李斯特成呢,放他在符合預期組呢 其實就不為過的 對,因為我想大家覺得前世的位置 李斯特成連續兩季都是這樣滑出來 那麼,今季呢,其實 可能他們的前世呢,那個希望呢 都不是說真的那麼大的 還有,有積可沉的 就是,大家其實昨天我們播的時候 都說出來說 有些球員說,哎呀,連續兩年都衰生命的 我們都解釋過就是,他們的冰源 嗯 其實老實說,你捱到,到現在最終那周 都還在前世已經很好好了 沒錯,是啊 那麼,其實呢,今季的李斯特成呢 是,羅渣士帶的,正式帶的第二季 就,如果真的季數的就是第三季 因為前季,季中接手的 那麼,羅渣士在李斯特成呢 就繼續貫徹他的那個 前場逼搶和地球的推進的踢法 嗯 那些球員呢,今季的隱瞞 科芬拿呢,可以說是 其中一個最佳的隱瞞 對他們來講 因為呢,就 在蘇欣谷和伊雲斯以外呢 第三個可靠的中堅 這個法國小將 啊,年輕力壯 加上呢,就快 所以呢,就 令到羅渣士調兵現場的時候呢 呃,四下衛又可以 三中堅又可以 三中堅又可以 是的 那麼,這個呢,就可以說 李斯特成呢,今季的水準呢 但是一路保護到那麼多人還在前四呢 是一個很大的攻勢 很多球員也可以 繼續表現到他們的水準 華Dee 下半季時突然殺了一個棋兵出來 這個人不是出場 我都不記得了 對呀!這個人是你才獨成 還有這個人 你說今天是否真的下半季殺出 是下半季一段時間而已 只是一段時間 這條打化劑 只有3月 因為他拿了這個3月最佳球員 就這樣了 就這樣了 就是3月做事 伊昆拿组 这个球员呢 用这些自大高傲的球员 总是有一些 是有一些风险的 很大风险 他三月的时间呢 当然表现就好了 因为当时呢 刚刚李斯特成 就是这个欧霸就出了局 就被布拉格斯 踢了出局 那就专心联赛了 专心联赛 结果呢 伊昆拿组的 弹起 就令到李斯特成 在三月那里呢 就是他拿到最佳的球员 继续保持李斯特成 在前四的位置 但是呢 之后呢 去到季尾呢 最重要的那些球员呢 包括捉重玻璃决赛 其实他也表现得不好 季尾呢 就是最后一场 对二次那场生死战 我也是输他 真的有时候那些球员呢 对着艾特维特 推他啦 爆啦 都 你还打算扔下扔下 你还在那里 还在那里 还打算脚发个人 那样呢 哎呀 真的浪费了多少球呢 伊昆拿组 卖门又 哎呀 不知道为什么又炒飞机 那样 在关键的时刻呢 就永远都表现不了 这个伊昆拿组 所以呢 就令到李斯特成 在最后阶段呢 就失落了这个欧联席位 不过第五位呢 都算是他们的 预期的 是的 是的 那今季的李斯特成 说了一件事就是 孙米高的表现 是的 那他的表现呢 也是保持水准 是的 他一向都是很顶班的 其实那几个都是 他们那几个主力 都是 华迪啊 阿巨啊 是 是 未伤之前的 也是保持到他的水准的 是 没错 那我是李斯特成 我觉得呢 最好的那场球呢 就是 季初五比二 上下呢就是赢了 曼城那场球 是的 可以说服你 是 没错 拼了三个十二码 但是那场球呢 哎呀 可能出现得太早了 令到呢 哥迪奥拿呢 一发现呢 哎呀 反省了 是啊 哎呀 哎呀 加西啊 倒是不用啊 这场就 几乎是联赛 是最下一场 看到艾力加西啊 没再见过 有 昨天班长的时候 看到他 是啊 还在啊 这个52号 但是李斯特成 这场不比二人 很精彩的 键定了他们 这么早阶段 就在前四阶段 是的 所以符合于此 李斯特成最终排第五位 好的 第二队 哇 雷台等 马联 马联 喂 喂 第二位 符合预期 还是应该放在奇兵突出 奇兵突出 哈哈 不行的 曼联的规模 没可能第二位 奇兵突出 欸 当你看到季初的表现的话 没错了 曼联今季呢 又是 低开高走 算不算 和上季一样 又是低开高走 今季的曼联 上半季 欧洲赛那里尤其令人失望 其实上半季 你开头 由第一场 主场输给水晶公 你已经令人失望了 是的 就算第二场赢百里顿那一场 都是 哇 淡淡惨惨的赢 哈哈哈 因为呢 他季初呢 输了几场 是几标志性的赛事 水晶公 是的 主场输给热刺 是的 上一集有提到 还有 0比1 输给阿仙奴 你知道他上哪一场 是的 那一场 可以说是 Thomas 帕迪和艾兰尼 今季打得最好 那一场 完胜普巴 肺达 麦湯 是的 这个晨曼季 令到很多曼联球迷 就真的 哇 真是 心死 再加上前线球员 原本正算那班前线球员的表现 即是那时候还没有用卡云尼啊 还没有用卡云尼啊 还没有用卡云尼 即是阿马仙奥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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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啊 晚聯上半季其實 除了個別球員的表現 某些比賽的表現 領對蘇斯克查的表現 你覺得是怎樣的 唉 那當然是不合格了 如果是以上半季來說 是 絕對是 那我最印象深刻是 對RB來比賽 是歐聯 出局那場 因為你告訴我 歐聯他們最後三場 拿一分 就可以出線了 三場都拿不到 最後兩場 最後兩場 拿一分就夠了 兩場都拿不到 那你說主場選擇去PSG 我都覺得 啊 成爺海源 是 因為你去PSG 但是 其實那場球又是 咦 你知不知道 有空門又不入 兜兜射又不入 那你想怎樣呢 是啊 好 接著你之後對RB 其實RB是不差的 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這麼多萬聯球 就這麼有信心 就覺得應該可以了吧 因為可能至少是一分 我覺得會是 以萬聯球 習慣的啦 做黑手而已嘛 是啊 但是神祖階段輸了兩球 輸也算了 但問題你之後看不到 他們是有上谷的意圖的 因為他不換人嘛 不是他換人 科素文莎換走魂美沙卡 不知道是什麼換人嘛 他有五個換人名額 你20分鐘輸了兩球 你是不是可以立刻 去到70多分鐘才換 不是 半場只換了一個 然後就 之後才換後衛 後衛換後衛 拿三個名額來換後衛 對啦 科素文莎換走魂美沙卡 泰利才換了蘇爾 對啦 所以結果就是 歐聯 第三位出局 幸好他第三位出局 又可以了 老闆 是 現在就是錄音之時 我們現在是 5月的24號 還在做 準備踢決賽 是 但是呢 上半季呢 剛才那個失望的賽事 失望的球員 教練的調動 歐聯出局 還有一些比賽都挺恥辱性的 6比1輸給2次 但是下半季 究竟有什麼改善了 令他們突然之間突飛猛進呢 下半季 當然 一來 保持4231 沒有再盲目相信 是不是都對強隊有352 那些 然後就 前面 不頂你的歇一隻鬼不順啦 也是 你明明進了卡雲尼為什麼不用呢 那也證明給你看 卡雲尼說 年紀大有錯嗎 咦 是嗎 年紀大有錯嗎 沒有錯 就很粗給你看 是啊 多番呢 就利用他的走位 搶點啊 就是你如果不知道那個背景呢 你以為 因為卡雲尼這個年輕人挺好用的 哈哈哈哈 馬斯亞有點老了 哈哈哈哈 是啊 你對啊 是不是好像反轉了 馬斯亞還在拖著那個球 慢慢等隊友 那些老人就走了 真的 卡雲尼那些搶點 幾場球 救了萬聯 是啊 還有呢 教你的球員怎麼斬 霍哥你不用扭啊 馬上斬給我 我正在接 是啊 你 你斬到進來就可以了 唉 真是厲害啊 這些 這個卡雲尼這個前方可以說是 下半季救了萬聯很多場 夠不少啊 是啊 但是萬聯今季的隱瞞 不是全部都成功的 是啊 另外兩個好像 其實最主要是一個 有啦 雲尼碧卡啦 雲尼碧卡 他出場機會少了一些的 一來啦 就是 呃 這個教練很有趣 就是這個教練呢 就是不知為什麼 是不是覺得 80分鐘前換人是會 會天打雷劈的那樣呢 哈哈哈哈 是不是我 哎呀80分鐘前換人呢 好像我排錯陣那樣啊 就是永遠呢 就算第一個換都不是會 會先換人的 是 雲尼碧卡是什麼呢 85分鐘之後才呢 是 是的 只有幾分鐘 都要25分鐘才給你玩的 哈哈哈 不過雲尼碧卡老實說 以一個荷蘭各界的水準呢 雖然出場時間有限 不過表現都不是很合格的 那首先 老實說 貴美曾經 都不是說沒有給他機會的 特別是一些次一級的 譬如歐巴 聯賽杯 那些 竹種杯 是有給你機會的 即是多不多一回事 但是 給你踢正算的時候 你又好像不懂得把握 他習慣了那套踢法呢 在亞積士那樣 即是彈彈球那些 永遠好像 預料他彈了給別人 就等於走到1-2 但是不是個個一定是 大哥你亞積士由勢夾到大雞 當然不是個個一定是這樣的意識的 是 影響力不夠 他們出場的時間 還有開頭蘇斯阿柴 用他的位置 是用得都很尷尬 你是想用他做 搬奴的後備還是怎樣 試過可能在歐巴 或者聯賽杯收起搬奴 就用他 效果不行 是 就是完全是兩個踢法來的 但是 這樣說 雖然有些球員隱瞞不一般 泰利斯也一般搬 但是泰利斯的問題我覺得是 疏爾表現得好 是 所以他搶不到的位置 還有泰利斯本身是攻強於首 沒錯 調轉 是 那下半 應該這樣說吧 貴中我覺得最大的轉捩點 即是港萬聯那一場球 應該是六比二贏烈利斯聯那一場 是 那一場我打起了幾個球員 我覺得有兩場的 這場就打起了麥湯 嘩大哥瘋了 五分鐘內不回開二度 開球五分鐘不回開二度 是 超級長將 對 還有這場你看到 原來他對於迫上球隊 其實是不害怕的 是 第二場就是阻黑爺曼城 謝謝你 你說阻黑爺曼城 是啊 謝謝你 你以為我殺不准那一場 是啊 其實那時候還是貴中的 貴中的一月的那一場 一月是嗎 那時候一月 二月頭二月頭 二月頭 那時候也是 都是困難的那一場 贏曼城 但是 如果以兩個強心針來講 在曼城那一場是比較高一點的 是啊 是 擊敗了這個Noiseed Neighbor 打破他的不敗紀錄 是 那時候他不是有個不知道多少年星 不是不敗 15年星嘛 是啊 打破了 是啊 那場球真是又是一個 說給他防犯就是這樣 是 那下半季 就大氣了 有些賽事打起了信心 那接著就 我想防守那方面 下半季也改善了很多 但是問題呢 也都給你看到 下半季也都繼續 其實整季都是那個縮警來的 他防守雖然是好了一點 但是 問題有一件事是問題 他專門的失分 都是中下的球員的失分 是 特別是石非聯 西暴朗 而同樣地失去幫人 就是當對方硬橋硬碼的高空攻勢 原來球隊是不行的 龍門 就是你特別 那時候 還有迪基亞的 不行啦 是 連特洛夫對著 原來一個瑞典人對著他 看起來好像很高大 原來是廢的 是啊 不是第一季的了 是啊 是 賽放大了 是 不過連特洛夫用得也是這樣的 預了的了 你用得他就預了 地球是好過 所以他看歐洲的賽 反而是沒有那麼什麼的 沒有那麼出事的 沒錯 那晚聯 現在呢 去到季尾了 現在負合預期排在第二位 更加就是這個歐霸入到這個決賽 對著維拉雷爾 但是就要好自為之 維拉雷爾也並非善男順女 差啦 不如這麼說 萬聯有一件事 大家都可能 可能不當是什麼一回事 不過我覺得呢 就 都很幸運 這個球員整個季 都保持著 沒有什麼大傷 是 水準又 保持到 B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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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拉迪斯 不可能不說這個人的 就是說萬聯 如果以球星來算的話 他跟普巴呢 Buno重要很多 普巴有時候 放左中場OK 放狂中又可以 有時候你說廢特 幫忙撿樓 令普巴自由些 但是 Buno在任何的 我不叫 situation 叫 circumstances 任何的 惡劣環境也好 尤其是 幸好他有真材實料 又幸好他願意 挺身而出什麼 所以我不明白 季初有些球迷 很有趣 連Buno都被同化了 原來 因為可能 只剩下了一兩場 然後好像覺得走動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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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人來的 你上季 本身已經用他的 孫順的時候 季初又不是用得 即是又不是休息得多 是 當然不會跟你去盡 有時候有些 收放的 真的 但是 Buno 今屆 在英超裡面 是萬聯的神社 手兼助攻王 入球是18球 大幅拋離 第二位11球 福哥 而且他不是說 只會入十二馬 是 很多人就救病他 入這麼多 都是十二馬 你不要這樣 其實十二馬 他都解決了 普巴和福哥 爭射的問題 哈哈哈哈 你兩個都不用射 我 跳步又行 不跳又行 是不是 都解決了問題 對呀 還有他的助攻 十二球 也是 第二位的福哥 也是九球 所以 Buno 你剛才說 那道火 所以他跟卡雲林 是特別的 兩個都這樣 哦 是啊 大家都有鬥志的球員 所以 Buno 今季都是長期保持高水平 兼且 蘇西爾查理 長場都用我 我長場都給你 你不用我 我就讓我生氣 哈哈哈哈 他是用得瘋 不用休息 So search 換他出來 他好像很不腳 整天都 神經病 有時候大家都擔心 可不可以讓 Buno休息一下嗎 Buno自己說 不要休息 其實我也覺得 你不要休息 當然讓我休息 那些球員是這樣 到他換了出來 他不是坐在上面 他就像當年 斯朗在歐國 那些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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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禁得萬聯球員 歡心 也覺得 真的很久沒見過一個萬聯球員 是這樣的 沒錯 所以 怎麼都一定 那萬聯五可以漏掉他 對 最後再說一句 今季的搜盟員表現 迪基亞和 Din Henderson 兩國有的平革 其實各有的高低 老實說 一個球員總會有他的高低潮 大家又不要特別放低了某些位 即是如果你再問我說 選誰呢 都是那句 一個就 還可以繼續起 一個就已經到訂了 只要是慢慢倒下來的時候 那如果有好價 為什麼不買呢 就這樣 OK 好了 講完萬聯 下一隊球呢 就是 英超 老牌球會 奧華頓 拖皮糖 拖皮糖 今季季初 嘩 高開低手 不如試一下馬會買他的冠軍來 高開低手 對呀 最高開低手 高開的原因是什麼 突然間來了個球星 真的球星 這麼高級的 真的在整隊球加拿到 絕對是 殲事 落敵股司 下什麼事 下什麼事 上半季的時間 看到他的賣門 還有他的分邊 還要全隊離開他的 再加上我冠軍級教頭 是 基安 按照來看 整隊球其實 其實奧華頓在今季 慢慢被肥安調教到 都很容易夾 很容易夾 很容易夾 慢就慢的 拖慢節奏 有得去不去 總之我們做個球給 下什麼事 下什麼事拿球 阿迪尼先上來 是啦 我們見最多就是下什麼事 靠著右邊 一個長球扔到左邊 迪尼可以出球了 這樣靠我們 中間磅 是啦 不行的話 還有個李察尼神 後上 這招真是貴初 用了幾多次 下什麼事 也算是今季 是英超其中一個最佳收購 不用錢 算是收購 也是 最佳隱瞞 是啦 最佳隱瞞 不過始終 去到季中的時間 受傷兵影響 杜哥 下什麼事 也有些奇怪的傷患 我不明白為什麼 那些地方是發炎的 總之是 對啦 那再加上 始終 愛華頓有些前世的球員 卡華尼雲都叫做一個中鋒 但是他等位 另外一些中鋒 就有些很自我 很奇怪的性格 李神 很奇怪 這些球員 性格缺陷 拖開了 你會射佛球 你不要射 我來 我拼回來的 是啦 這個佛球專家就是 你啊 這裏 走開 走開 給我射 夠不夠 太奇怪了 那下半季呢 就 愛華頓就 始終冰原 有些傷兵 那就是 李策李神的水準也都開始飄忽 那 加上那些後備的球員 就長長都變得到 師父神 俄比 伊和比 加上他們的迫伏特也都有一些傷患 那所以呢 就不是長長出賭 好 水準呢 下半季有點不穩定 兼且有些比賽呢 就去到最後呢 就嘗試拍大巴 怎知道呢 哎呀 意識拍大巴 但是搞不定 對呀 被人逼我這樣 所以愛華頓 最終呢 他們的排名呢 沒有歐洲賽排在第10位 符合預期 要去人腳差不多 沒錯 可能季初給了些驚喜 不過第10位其實 就是證明了 一對球不是說 只有一兩個 戴著就行 你要平均 實力要 是啊 沒錯 所以就 歐華頓第三隊符合預期組 符合預期組 還有三隊 是 另外呢 三隊一起說都行 都行 剩下三隊 搬離 是水晶宮和修咸頓的 絕對以他們的排名來說 是 還有成績 很預期 還有頭方 搬離 今季呢 緊緊護給成功 不過其實一早 一早上了岸的了 39分 排第17位 是的 至於水晶宮 至於水晶宮 這隊堪稱是最早放假的球隊 一早得夠分 每年都是 第14位 修咸頓呢 最終排名是第15位 你說沙咸頓 沙咸頓吧 那搬離水晶宮不說 各講一句 是 搬離基斯湖特 12球 保持水準 但是好像說 那個miss chance 他都不少 他都不少 算了 但是他那些很難計 因為他呢 他去到龍門口 他是用頭砍 所以 你不是班福特 你用腳都不碰 是的 就是你可能 你去小禁區 用腳踢 都不行 他是接應全中 在頂 被人押著 有時候要跟人爭頂 是的 所以他那個miss chance 是高一點 是正常的 水晶宮繼續靠沙咸 水晶宮是的 季初有些精彩賽事 你剛才說過 就是贏曼聯 贏曼聯 那樣 但是也有些highlight 就是輸得很肉酸 輸給你了 那場 你馬上這麼好記性 那場是真的提早放假的 先兆來的 那場是 廢明爐廢了整季 賺在你這場那裡 你整隊水晶宮那場 除了上半場 叫做谷夏之外 下半場一出來 被人按一顆 散了 算了 可以了 放假了 最早放假的球隊 水晶宮 夠分四月初的時候 搞定不夠分 不放假 喂 那你老闆的話 其實那份量 那些獎金 出八個月就可以了 那他的教練是學神 還變得跟你勞氣 現在學神最終 現在退休了 肯定退休還是什麼 應該是退休的 他說不教而已 沒有說退休 不教了嗎 他說不教水晶宮而已 差二十幾歲 差三十七十四 還不退休 如果下季 例如哪些 搞不定 找他救火 可能 還出來老氣 等於你有時 牽力機師那些 不教了 然後百人打電話 三大巨頭打電話來 喂 幫幫忙 幫幫忙 幫你教半季 看看怎樣 水晶宮 都是一隊符合預期的球隊 最後一隊就是收咸盾 收咸盾符合預期 不過呢 高低跌檔 認真厲害 這隊球 第七週的時間 曾經上過榜首 有四十八小時的 季初的時間 也是 愛借了和國特回來 表現都真的挺不錯的 但是呢 去到季中的時間 丹尼英斯的受傷 球隊始終那個踢法 迫搶 都是消耗體能的 加上呢 那個後備兵員今季呢 真是嚴重不足的 經常正選或者相助 後面那個就是一個年輕人來的 其實不夠班 輪到路 看了很多次 真的這個球員 應該縮去打中堅 都不會入球 只有大法 很多這些球員 今季是比較好的年輕人 可能他比較好的年輕人 可能他比較好的年輕人 就是泰拿 那這個我覺得 有一點像張伯倫的球員 來的 但是就 年輕球員 其實今季都是表現得不好 那另外呢 就 表現得不好的賽事呢 就 也是highlight那一場 那麼隔季 又是輸0比9 是 輸給萬聯 那一場球 就是 不過那一場球 你用的人 真的不多 我不是要用到 把青年軍推上來嗎 對 讚基奕斯 他又拿紅牌呢 一分鐘拿紅牌 對 純早打消過 加上球證的半決 那麼 令到最後九雲應戰 輸0比9 那麼那一場球 其實呢 就不是說真的 怎麼說呢 就是這場球 都還有少少非戰之序 不能作準 對 不能作準 那麼反而呢 另一場球呢 我自己印象 今季最深刻的呢 有兩場球的 就是這個 4比3贏 阿士東維拉 這場球呢 就是今季 其中一個呢 爭 破不了迫行佛球紀錄 哎 華麗包斯 連入兩個佛球 哇 真是精彩 一個遠一個近 好瘋的 這個真是 這場球 所以我經常都是 開拉的時候說 這個世界上最厲害的佛球專家 就是華麗包斯 和巴迪 兩個 一個李雲特 一個修咸頓 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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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超越到他們 現役啊 不是 你不要再說卡路士那些 不是 不計算遲早超越他們 那些元老級 今季的雲特包斯 非常恐怖的一個數據 就是原來 連續兩季的英超 是出足38場 兼且 沒有一分鐘是被換走的 是踢足這麼多分鐘 連續兩季 連續兩季 back to back season 在38場 有沒有機會入國一隊 有 他一定有 一定 現在26個特別 是 而且三月都用他 打冰島 是不是 因為剪了中場也多人 但是他是鬥後少少 攻擊中場也多人 鬥後少少 你啊 那些 軒隊 都未必會 入選 就是 最後都沒有出 最後的場合 我不知道是否沒有出 Anyway 華特包斯今季就是 出這麼多場 但是 每一場都不稀場 不斷地走動 他那些 跑動的公里 差不多 長長都是 Number One 22個人 所以 這個是 修咸頓的一個很重要的資產 希望 即是他暫時沒有什麼 來到全民 希望 不要這麼快被人發掘 始終只有一個英人 那麼 修咸頓 那麼 一場球是 4比3贏 阿士東維拉 就最有那個 其中一個印象最深刻 另一場球就是 1比1 次回合 主場 對著李斯特成 也是 一個 也是修咸頓主場 也是一個 落雨的 比賽入 也是 十分鐘 踢少一個 不過這場球 哎呀 就是有 鬥志又不錯 最終 1比1 打少過之下 都迫和到這個 李斯特成 所以這兩場球印象比較深刻 不過 修咸頓是失望的 丹尼英斯的入球 也是偏少 就是比上櫃少 因為他又傷得了 開始又傷一下踢一下 其他的球員 聶夢 車亞多斯 這次是OK的 表現到那個 有進步 我覺得他 是啊 他跟前鋒合得很好 找到自己的定位 不是入球 就是在前面 就是找到自己的定位 是啊 他是 少有進步的球員 另外一個就是 維斯特加特 是 中堅那裏 庫波好穩 派一些長傳 他都是一個 進攻的策動點 來的 比較開心的就是 費斯特科士打 你覺得龍門 是費斯特科士打好一點 還是用密咖啡好一點 我 給你的話就是 首先我兩個 我都喜歡的 不過兩個真的選了 我都是 我是FF的 費斯特科士打的 希望他 下季繼續留在 修咸頓 那就看看有沒有機會 正選了 但是怎樣都好 一個 我之前都說 就算上榜的時候都說 其實修咸頓的設定 都是一隊 清分的球隊 打出自己的風格 繼續留回去中游 已經心滿意足了 14位 勉強都叫做符合預期 一點點都失望了 希望下季可以有些改善 還有 看看丹尼已經走了 換點那個 好了 符合預期之後 就說什麼呢 嘩 有些球隊 我們就說 有些是超班 有些是說 不夠班 不夠班 就長期掙扎 苦苦掙扎了 第四組 苦苦掙扎了 今天當然三隊江班 但有一隊 沒有江班都覺得苦苦掙扎的 不應該在這個位置 這隊 三隊港班隊 富咸 西暴朗 石非聯 那說一下吧 其實 富咸 不是 石非聯和西暴朗 其實都有 共同點的就是 他的兵源 真是不足 是 還有最主要是另一件事 我經常覺得就是 沒有了主場優勢 因為今季絕大部分時間 除了最後兩周之外 是沒有球迷入場的 而這些中下游球隊 往往就是靠主場氣勢 是打高半皮的 甚至是一皮球的 是 你沒有了的話 其實 你是真的 在吉祥那裏打 嗯 即是你是對強隊 基本上是死定的 是 沒錯 那兩隊說一點點 西暴朗今季打起了兩個人 一個就是守門員 莊士東 哎 心莊士東 另外一個就是 前面的攻擊戰神 曼陀斯 沒錯啦 這兩個球員應該未來 不會跟西部落內 還有一個 不過那個借帳來的 車路士借帳 江南加力查 那個我覺得上半季好 下半季就 即是自從大Sam來到之後 是啊 好像又不是很適合 不過始終死因 你剛才說沒有主場優勢 冰原不足 質素麻麻 還有季初失分太多了 下半季大Sam找了一個 迪亞利 哇 這些這麼精彩的前鋒 已經算是沒有了 這些是大Sam才會用的 不過大Sam才會用的 不過大Sam才是要有一個 這樣的前鋒 又是 不懂得入球 但是最慘的是 你又沒有後賞 是啊 那麼 西非聯就 季初太早 失分太多了 這麼多場不勝 哇 懷達真是慘 即是欠那個 第一百場勝仗 還是 不知道 等了一大半季 也是一些季初 沒有了D天達神很大的影響 引緩的失敗 哇 那個什麼布斯達 精彩的 不如你送錢給利物普說 你說這個水貨D 還是天母雲辣水貨D 那這個水啊 天母雲辣都說 走一下 這個 真的沒有 零入球 這個 哇 又是世青杯 當年世青杯冠軍主力 蘇蘭基 不是 不是 一高一矮 這個矮的 哈哈 廢都哭 這個 真是盡踩都行 這個 今世非聯你 是要簽蘇蘭基回來 是 後面 沒有癲軒 就換藍斯道 不知道大家覺得藍斯道如何 一向我對他的評價 都沒有改變過 跟著那幾個中堅 就輪流傷 沒有一次齊腳 可以說 加上挪威中場 這個背子 叫做 整個 整個中央最好波過 是 亦都傷得多 是 所以就 所以就打不回上季的 再加上龍士潭 是 叫走人 想辦法 是呀 冰了一會 最後到 到下半季的時候 不行 都被迫要出來 是 那你的戰意哪有呢 沒錯 所以那個奇怪的陣式 雙中堅助攻的陣式 就今季真的發揮不了 所以呢 太早失分太多 結果呢 最早宣佈降班的 就是石斐聯 至於呢 呼咸 其實呼咸 值得說一下 因為呢 季初的時間呢 對阿仙羅的第一場 0-3 不夠班的 是啊 都被譽為應 應該都會降班的 但是上年的夏天 借回來的球員 其實挺合用的 艾利奧娜的水準 很高 這個守門員 另外呢 我特別欣賞你 左邊的左閘 白駱 安東尼羅賓順 哎呀 這個美國仔 哇 真的斷斷有 又上又下 體能爆表 速度又快 然後呢 柏家去到呢 這班隱瞞之後 然後呢 他發覺有一個踢法 很適合這個副下 就是防範 兼且不要控球 用最快的速度 給前面幾個人去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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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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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路啊 就是這三個 快馬來的 是 連那個米祖 都不用啊 是 用了快馬 加上路夫斯 卓克 安古沙 是 安古沙應該都要離隊的 很成熟 應該有人揹的 有人揹的 啊 真的這個 如果來修行人就好了 這個呢 防守又硬正 中路又可以引球推進 哇 比起第一次港班之前 成熟很多 其實就算他後防呢 他之後打起 打開之後呢 據說丹麥中堅都可以的 是 左肩沒有 安達神 這個就有些指揮能力的 是啊 只不過真的 有時候是有些 有些 防守上面 其他球員那些 不夠緊密 和比較大意 前面又進不了 就是應該進的 那些又進不了 所以經常對著 本來贏就變黃 和變輸 是 當然 贏變和最精彩 像阿仙奴那一場 是 那一場是 就是下半季那一場 被拿卡石力追和 另外有一場球 是好像和變輸的 綠克文 在最後階段上半季 搏到12碼 跟著在玩 chipster 又玩了 陳少奇色 是啊 結果又被人速度 陳少奇色12碼 真是 想不到那麼多英超球員 向他致敬 是啊 哈哈 真的 累到球隊沒有分 不過其實 富咸在柏家的大令之下 其實貴宗展現出他們的鬥志 其實真的是 一度是頗值得留下來的 而且他們好像贏過禮物浦 對 贏過禮物浦那一場 就是最接近 尾四的位置那一場 不知道 只差4分左右 是啊 不過始終 貴初失分太多了 而且前面擺不到球 也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所以 最終 苦苦掙扎 不過 都不能夠收成正果 有一隊 是苦苦掙扎 但總算互給成功 這隊真的不應該 但其實這隊的球 很有形狀 這隊的球 挺好看的 這隊的 我印象 就是貴初打萬聯那一場 最終他是被反級的 你也是整個縮影 對 這場是被反級 整個縮影 真是慘 這隊的百麗盾 朴特戴的這隊 其實很有風格 地球 迫搶 由後場猜上去 是啊 幾個球員都很困難 林迪 比數馬 前線 莫比 有時候是杜莎特 全部都可以 打到一個陣式 甚至是江洛莉那些 又被他出門 都可以做到功課 就是 空球在腳 尋找機會 小組推進 帕斯卡 哥洛斯 打了幾季 這類型的球員 是適合白禮頓的 加上收回賓韋特 那些 但是呢 就是白禮頓 硬是 去到前線 能夠擺球 沒有的球員 又不是很多 又或者這麼說 空球好的球員 很多 但是做過波 最後一腳那個 真是 打萬聯那一場 一早就應該可以 哇 你想想 你那邊 已經是雲比斯卡放題 已經給你去 那個馬子 你頭頂腳踢 不知道多少次 這樣也不入 那又沒有人 有時候 不知道幾個有中指中尾 那些嗎 整隊球 他最後也有入球 不過不止 應該是 應該是 那場球其實是一個縮影 最終就是 超長保持之下 就 再VR 是 12馬 解決了這個白禮頓 那白禮頓 其實 在破達的帶領之下 接下來下一季 希望他們可以 先不要拆骨 先給人 因為 白禮頓的班主 都頗受球迷外帶 我好像看過他們 香港那個 Facebook page 他們頗喜歡他們的班主 也頗為球隊著想 希望可以 找到一個好的教練 有他們自己的哲學 有他們自己的風格 希望改善個別球員的質素 尤其是前師 埋門那一腳 令到他們下季 可以 踢回 起碼是中游 是的 應該不低 不止的 是的 好了 苦苦掙扎就是這四隊了 好了 最後一隊壓軸 是 最後一組叫做 全力爭標組 是 不過這組呢 今季只有一隊 哈哈哈 晚成 我記得上季 還有兩隊 利物浦和晚成 今季就只剩下一隊 晚成 為什麼這樣呢 當然 講晚成 其實晚成開季 都開得不好 輸給爹地 輸給李斯特成 好像被水晶宮贏 迫和還是贏 和 在水晶宮身上失過分 其實在季初 季初是失了很多分 季初始終 剛才 正如上一集的開手所說 很多的強隊 又要應付歐洲戰線 又要蜜羅緊固 有頭不夠 接著還要你國際賽 下下打三場 是 九月有三場 十月有三場 十月有三場 十一月有三場 喂 萬成最多是什麼 角腳 是啊 距離後腿都是角腳 飛來飛 就傷了艾基 是啊 上半季就傷了 那就在角腳 很多球員都傷了 而且今季阿古路就 傷一下踢一下 一直都表現不到水準 所以呢 其實萬成 季初的成績 現在是真是一般 也都 就是剛才提過 那輸過兩場球之外 和韋斯咸和禮物浦 所以令到他們 其實在十二月的時候 仍然都未是榜首的 甚至一度 跌過下去下半版的第十一位 是的 是的 兩隊萬職斯特球隊 跌到下半版 那時候 是啊 不過去到季中的時候 就是一個球員發威 一個 一個 跟道簡 嗯 跟道簡自從開始 迪布尼傷了 是 科頓又不受重用 中場沒什麼人 就放你科頓出來 是 跟道簡出來 後上不斷入球 背起這個進攻中場 甚至入球中閘 即使史達寧今季算死火 我想今季不是特別出色 史達寧 但是有跟道簡 carry著 結果 季中做了一個十五連勝 是 是 英超 其實 QUill 十五連勝 這十五連勝呢 爆爆爆爆爆爆這樣 快後拋離了第二位球隊 迅速打開 yes 因為其他隊都還在奏紮寫 是的 經常自行失分 要麼就是守和 要麼就是 不就贏得 bhag 是啦 所以就令到萬職 十五連勝之後 就是剛才說殊輸斷了 是 不過差不多已經 坐九尾了 我是 一直在榜首摇摇領先 所以提早幾輪就奪得了英超冠軍 4月的時間就已經確定了 怎樣也好 今季的曼城最佳的收購 一定是那個後防的問題 魯斌大俄司 之前就經常怕 譬如上屆的歐聯又被人打特級 譬如上季初也是對李斯達成被人打特級 但是歌力餓了 果斷地不要壓力加西 就擺了魯斌大俄司 接著搭著翻山的士東斯 靠魯斌大俄司持住 這是很大的因素 曼城有哪個範圍 有哪個球員比不得特別好 其實幾個階段的 正如說中央的時候就跟著選擇 之後就迪布尼也有一段 曼城這個球你也知道 其實他又不是說 主要只是打一個的 就是這件事 其實還有最主要是哥德奧納尼 真的玩的陣式 真的玩得很出神入化 是 擺明今季是 絕對是盡大大減低前面 無論阿菇都一定是 因為他傷到這樣 已經是盡量非休了 就算加比爾 他盡量都可以不用的時候也不用 把架狗玩得很出神入化 特別貴味那段時間 迪布尼也打 有時迪布尼的位置 有時不知為何 艷靈就跑去那裏 科頓也在那個位置 有時馬列斯那些 又打了什麼 又可以有一個 子彥哥的級數出來 開始 你見到哥迪奧納 反而你見到哥迪奧納 我會覺得是哥迪奧納 在執民戰術 在變化方面的進步 還有他 有些是喜歡面對現實 有時有些位置 守就守 不用下沖大頭的 對 你講開這件事 其實哥迪奧納納不是每次都守 有時強強對碰 或者重要比賽他就守 但是有些比賽很重要的 哥迪奧納納我印象也很深刻 就是聯賽杯決賽 對著牛奶嘴 奶欽美神大叫 決賽又怎樣 我不擺防中 費蘭丁盧在那裏 那一場你都知道 雖然說是美神 那些是無稅之師 但是球員不懂得踢 但是他用這個前場壓迫 控制大局踢法 令哈里簡來都沒有了 他就知道 你對面沒有了主帥 就算被你那一群飛 你大軍壓警 都已經打亂了你了 這場真的是 真是全攻營的萬城 圍著你聽 圍著你聽 你根本就過不了半場熱刺 我就拿著那個球 在你的禁區那裏 嘩!高球 地球發來發去 你真是 熱刺那幫後防疲於不命 這場是我覺得 高地奧拿今季玩戰術 玩陣式 賭得最大的一局 他的把握力差 如果不是 怎止 只要臨尾才入一球 嘩!拿破蛋好像是頭槌 是啊! 真的不止 一定不止 嘩!射都 上半場已經是甚麼 科頓有 哈哈! 哈哈! 你驗靈了幾多球 所以這場 就是你講戰術 你剛才說戰術 就是玩陣式人法 這場最棒 另外一場 我記得2比0贏巴黎 那場也是 原勝 肥袍的 就算你說假狗 第一 我會覺得那場 有一場是 再重現的統治性 中場的統治性 就是作客車路士那場 林伯特搞笑 對著萬城的打機陣 是啊! 哥迪奧娜 那場雖然說 車路士的勢力比萬城 好 萬城還在打 是 哥迪奧娜 那你這樣讓我 我沒理由不讓我 對啊! 你既然不是那麼手 我就大軍壓境 這場是3比1 早早就已經領先3比0 車路士 真的沒得打 是啊! 今季的萬城 繼續展現他 就是最後大哥 的級數 哥迪奧娜 有說 一個秘訣出來的 很白的 為什麼呢? 萬城有錢 買世界上最好的球員 回來踢 很多人還在爭論 高獨 因為有錢 有些粉絲說 當然不是你試試 你教 但哥迪奧娜 答我 因為我有錢 因為萬城有錢 他自己說 買最好的球員回來 踢到他想要的足球 可以我要什麼 他就買到什麼 沒錯 其實暗馬底的就是 不適合的球員 我可以馬上買 第二個回來 代替他 就是說 為什麼他讀書這麼厲害? 因為他家裡有錢 請最好的補習老師 是 就是這樣 一貫的統治性 趁大家都不太行的時間 萬城就 十五年性 上了榜首 很多的原因 最佳的隱瞞 買了一個很好的後衛 改善自己的問題 但是接下來下一季 都要看看那個中風位 怎麼搞 因為今季 萬城唯一挑剔的地方 真的就是那個前風位 其實他本來叫四飛 應該 但是呢 足總盃 四強 給萬城 車仔 給他出局 變成現在叫三飛 咦 又是車仔 對啊 又是杜曹帶的車仔 對啊 輸了兩場給他 贏不了 打了三次 應該是一場 兩場輸的 就是萬城對車仔 一月的時候 對那一次 那次是林哈特 林哈特就贏了 他 他就是那次 統治息 那次是贏了 但是杜曹帶他之後 兩場都輸的 是啊 沒錯 所以呢 就 萬城 現在叫第三飛 來著 但是今季 都 我相信 絕對是一個成功的球季 在疫情關係 首尾呼應 就是很多強隊 都紛紛 不太行 但是萬城 始終陣容 非常厚 考得來 個個都用得 所以呢 最終是英超的冠軍 萬城今季 可以說是實至名歸 是啊 非常統治性的踢法 就是這樣 好了 嘩 不經不覺 第二集呢 都回顧了 總共呢 十一隊球 總共二十隊這兩集呢 就跟大家回顧了 英超的二十隊球 一次就成功了 是啊 那麼 大球規未完的 還有呢 歐霸決賽 還有歐聯的決賽 還有還有 中央 接下來呢 還有這個歐洲國家盃 是 所以就 記得給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呢 就是Facebook Mivi那些 群組有page 那因為呢 接下來的歐洲國家盃呢 我們呢 都會開live 也都有錄播的節目 也都有些ad hoc的話題 可能呢 立刻出一些很快的節目 是 所以記得呢 訂閱我們的社交媒體 以及我們的YouTube頻道 最好按住那個鈴鐺 有新節目 立刻通知你 好不好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很快 可能 接下來的歐洲賽事的決賽 會再跟大家見面 滑許 滑許 滑許是歐爆 滑許是歐聯 好不好 好啦 多謝你支持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